欢迎光临鲨鱼 带你关注那些有能量却没声量的有趣资讯 用10分钟的零碎时间一起跟上这个永远跟不上的世界 让全世界爱不释手的麦当劳在离开俄罗斯以后 俄罗斯出现了重新包装的帽牌麦当劳 然而帽牌麦当劳似乎让一些消费者感到非常的不满 一些俄罗斯的民众就在社群媒体上面贴出含有奇怪成分的汉堡和薯条 这个在地版本的帽牌麦当劳俄文名字直翻的意思就是 好吃就是那样 好吃就是那样这间店大概从上个月开始营业 但是俄罗斯版本的快乐儿童餐却让俄罗斯消费者感到不太快乐 因为里面似乎有多出来的奇怪成分蛋白质 在照片中可以看到汉堡中间竟然伸出了昆虫的腿 另外一些照片中竟然看到汉堡皮上面有黴菌加料 还有一位推特使用者贴出了一个影片竟然是几只鸟在店的外面吃一大碟麦当劳的汉堡面包 面对这个排山倒海的舆论 这家想要取代麦当劳的公司发言人表示 他们贩卖的食物品质和安全肯定是他们的第一优先 当他们在储存食材和备料的时候一定都是遵守必要的SOP 至于为什么会出现那些昆虫脚和黴菌汉堡的部分 发言人表示说他们已经联络了食材的制造商 请他们解释这个情况为什么会发生 而那批品质不良的食材已经被全数销毁 虽然这种食物里面有些虫的案例也不是夺离奇 但是感觉发生次数已经多到 俄罗斯的政治人物和电视台的主持人都在关注 说是这间素食店根本没有达到跟麦当劳同等的标准 更不要说基本的品管问题 一天之内就能有三个客人申诉说 汉堡面包上有黴菌 一个客人拿到过期的酱料包 很多人已经受不了说只是想吃个汉堡薯条 差点被这间店堵死 麦当劳在俄罗斯已经营业超过30年 直到战争爆发才退出俄罗斯 现在的这间素食店在开幕的当天就卖出了12万个汉堡 即使在现在的品管十安风暴中 他们还是要按照原本的计划 在6月底之前就开满了200家 而在夏天结束之前他们预计要开满850家 讽刺的是在开幕之前他们还跟记者夸下海口说 他们的这间店会做出让客人说不出这不是麦当劳的程度 甚至再也不会想念麦当劳结果现在变成这样 虽然完全不改麦当劳的内装 但是品名全部都改叫做超大特资汉堡 或是豪华尊爵汉堡之类的怪名字 外国巴黎的爱菲尔铁塔上面 似乎积满了灰尘还急需维修 但是却为了2024年将在巴黎举办的奥运 而赤资6000万欧元把它重新上漆美容 爱菲尔铁塔有324公尺高 建于19世纪末期 是全世界最受欢迎的观光景点之一 每年都会迎来600万以上的观光客 就为了看那座塔 但是来自专家的机密报告 却显示出爱菲尔铁塔的实际状况非常的糟 专家甚至夸张的表示 如果让建造爱菲尔铁塔的建筑师 普斯塔夫爱菲尔来看看现在的爱菲尔铁塔的话 他本人肯定马上就会因为缺乏维护和颓废姿态的爱菲尔铁塔而心脏禀伐 而需要维修维护细心打扫的爱菲尔铁塔 现在却是在进行这个6000万欧元的美容套装行程 这大概是爱菲尔铁塔第20次的重新上色 管理铁塔的公司似乎不愿意对此次做出回复 因为维修必须要让爱菲尔铁塔停止参观好一段时间 所以他们不愿意放弃那一段时间的观光营收 选房子住的时候很多人都会在乎附近的治安好不好 一个区域犯罪率高不高到底要怎么观察呢 其实如果你想要找一个安全的区域居住 最简单的判断方式就是去选一个很多人养狗的区域 在一个研究中他们发现在邻居之间的信任感同样高的区域情况下 居住区域内有越多的狗 杀人率、窃盗率都会比其他的区域还要低上十多 原因是因为犯罪者犯罪的时候 当然会挑路上没有人不容易被发现的地方 但是如果养狗的人很多就代表会有很多人在路上遛狗 而遛狗的人和狗等于就是在为那个居住区域巡逻 遛狗巡逻的时候 假如看到有可疑人士在勘察这附近的地形 就能够有所警觉 不管是通报啊或是跟对方对到眼 其实都能够有效的嚇阻 社会学家其实一直有一个理论 就是关于居住区域内部互相信任和在地监视 对抗犯罪的作用 但是过去一直都想不出什么好方法 让居民为社区提供监视 虽然像是有些地方会有社区守望相助的巡逻 可是固定时间通常就会被犯罪者掌握 所以遛狗似乎是一个非常理想的方式 他们先去搜集了哥伦布这个地方的犯罪资料 再请市调公司去询问犯罪资料记录的年份 当时住在那里的人有没有养狗 最后再使用心理学对于成人信任感的平洋标准 去评估那些人对于居住区域的信任感 研究发现邻居之间的互相信任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这代表当犯罪的威胁出现时 他们会愿意互相警惕 资讯共享 有集体面对犯罪的意识 对于守护居住区域是很有帮助 但是养狗比例高的地方和同性任度的区域相比 杀人率又少了一半 偷却率至少少了三分之一 信任感固然很重要 但是如果没有人在外面巡逻获取这些资讯的话 这个信任感也无法达到传递重要资讯的作用 甚至养狗多的社区因为遛狗的时候会互相闲聊狗的事情 摸摸对方的狗所以还会再度增加信任感 像杀人和偷窃这种事情通常发生在公共区域 就算撇除其他因素 只有狗多这个因素的话也有帮助 光是狗狗在路上对着怪人乱废都对防治犯罪有帮助 另外关于更精确的犯罪地点分析也有发现 无论怎样的居住区域 只要那个地方常常有狗经过 犯罪率就会比周围低上许多 德国的警察表示他们在一个农场 发现了超过110只危险的毒蛇 会发现是因为有一位住在那里的女子 被毒蛇咬了以后去医院寻求协助 这位35岁的女子在被蛇咬以后忍着痛开车到最近的医院 跟医生说她被她的响尾蛇咬了手指 那位女子的状况到医院以后每况愈下 医院赶快联络专门研究毒蛇的单位 特地麻烦他们从汉堡过来一趟 结果后来警察也来到这位女子被咬的农场 也就是她居住的地方 才发现天哪不是吧 那个地方有一百多条毒蛇 里面有非常多高危险性的有毒种类 是法律规定不能够随便养的 结果这位女子就因为她自己不小心被自己的毒蛇咬 她搜集的那一大堆她心爱的毒蛇 就全部被从她藏匿毒蛇的农场里面 被警察全数没收了 今天的夏日就到这边结束了 再次感谢另一赞助的会员 带领男子James Jason ZUN 猛猫 黑牡丹 NZ 赛车车身还有ZUZ 那就希望其他医院 继续支持夏日上座的朋友 可以在下方找到Patreon的链接里面 有不同会人等级 还有不同的福利打参考 喜欢夏日的节目的话 可以多多把这个节目分享出去 更多人知道 或是在Apple Podcast 帮我留心心 写下评论 对节目的成长很有帮助 那也可以在留言区的地方留言给我 或者是去收听我的另外两个Podcast 其中一个是女友的纯粹不理性批判 女友时间更长的主题性内容 另外一个话是听说动物 就是跟大家分享动物的知识 那也可以去订阅我的云路频道 追踪我的IG 那就希望鲨鱼可以继续在 每周二十六跟大家相见 那么下期见咯 拜拜